大家好,欢迎收看扑木威获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这回进入Master League了 Master League的征战 那次神仙打架 全是神仙大乱斗 我第一轮的五盘征战并不是很顺利 所有match都像这位一样 3600分以上的对手 而且对方总是能够得到什么A型Power Omys Wind的属性飞升 让我很头疼 我手挖是起源状态 我这里Dragon Post我没有换掉 万一碰到了Snowlex 咱还可以挣扎一下 但是总感觉换掉也可以 好,我这里因为是Best Body 我Best Body培养我的Master League比较早 所以我Dilga看见没有 我的CP是4080 对方是4083 我打中他一个俠乐部 直接换上我的Dilga 把他给吃掉了 他可能想在死之前放个大招 结果没成功 我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所以成功的挡住了这个Super Power 那这样的话 我又确认了自己的优势 是吧 虽然上回Ionhead是比较败皮 但是这回挡住了他的Super Power 好,他第二个Super Power 因为威力下降就打不死我了 然后他已经防御下降了两次了 再一个Ionhead就可以这样带飞了 即使是Not Very Effective 他也是扛不住的 是吧 好,正好没打死 再补一刀 现在咱们盾吃亏 但在人数上有优势 他丢上了Torchikis 然后这样把我们抢死了 我们这里对付Torchikis的有我的Mail Mantle Mail Mantle 少一个盾打Torchikis毫无问题 然后我们那个龙Jerritina的血量也还可以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好,我这个Rox来逼住他一个盾 然后再逼他一个盾就差不多了 好,一切顺利 咱们就坐着收割这把胜利了 这里我犹豫了一下 想到万一他是Flip所有人 但是觉得应该是A型POWER 但我还是挡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失误 结果结果,哎呀,这一挡不要紧 人家又几种了 这是第三次 这是我第一个五把里面 第三次碰见对手 发生这种情况 但我咬着牙子人 出现这种情况 我正常这样打去肯定是打平的 他肯定是能够再吃我一个Rox来不死 然后把我恰不死 然后恰不死之后 他有一个大招 可以对付我的这个Jerritina 是吧 提升威力过后的A型POWER 打了我的Jerritina之上 然后再恰不死之下 我可能就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想点办法 就像这样 一定要把他这个能量给逼出来 把我的Jerritina牺牲掉 去吸收他的大招 结果他居然点的是Flameshower 这个何必的 他可能是特别想打死我的这个秒满头 好 行 Flameshower 虽然让他多cham了两下 但是他已经不足以再放一个大招了 他也没有办法 即使得到了熟性提升 那因为被我骗出了人量 在这个Rox来还是把他带飞了 所以在第一个五盘马射利 我们还是有惊无险的取得了三胜两负 虽然面对着敌人的多次人品爆发 咱们在第三次的时候撑住了 好 我们进入这个第二个第二场征战 这第二个五把里面的其中一场 我还是这我这会换成这个我特别的的啊 另外一种形态的接着听了防御形态啊 这里碰上哈的康特 达尔嘎的这个作用啊 反正不是这种达尔嘎在 而马射利克里面有点变态啊 比如说我的队伍就没有绝对的达尔嘎的康特 那我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我是给他一个 赚跟扣然后换上我的达尔嘎 因为咱们的达尔嘎是是加强版的是吧 是41级的 我是当然我不是个perfect的达尔嘎 是吧我们是98%IV的151415的 但是加强之后也是不错的 好这里我就要做一个决定了啊 他是安嗨的还是他有可能是那个龙系大招 会心群那就麻烦了啊 好他这时候换了他的这个 swamper的啊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马射利克的swamper的暂时还没有 但在这个寻寻找中啊 swamper虽然克制我们的大招 但是我们的dragon breast对他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 他这个海绝堪龙 咱们应该是进入海绝堪龙的range了 虽然我们是克制海绝堪龙的 但是这得选一个哎还扛住了 那这是要扛住了 那这样的话你看这是加强版的dialga就是不一样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40级的dialga能不能扛住 再放一个啊这个安海的 反正我们41级的扛住了啊 又逼出了他的一个盾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优势又比较大了啊 他的dialga已经完了完蛋了是吧 然后我他dialga还没完蛋但是也被打残了啊 我们的dialga还在 然后又可以用多的这个盾 从这个swamper身上攒足够的能量啊 这么点血的swamper 1989应该是earthquake是吧 好我们在他身上攒能量 结果最后一次血的时候 他换了啊换上他的dialga 那肯定是这个啊这个dialga来了啊 你看dialga本来打平dialga的 但是经过我这一通换人之后 咱们dialga不但打赢了 还有半血剩余是吧 然后再对阵他的这个起源状态的进入厅了啊 我们应该是比较有优势 咱们后面还有个dialga的啊 然后他的那个swamper的基本上已经快死了 但是我不确定他swamper身上还有没有能量啊 应该是没了啊 他放了一个earthquake是吧 但是谁知道呢 他是一个hydrogen candle啊 放到我的这个dialga身上 然后在展览下能量放了一下earthquake 应该是被我逃空了啊 好我这里又做了出来一个正确的决定啊 没有挡他的armistwin的 然后这位对手的领品不怎么样 这也没有得到提升是吧 再得到提升我估计又要哭了 但是一点办法没有 好我这里fibroxed开始打他 他们都是一个盾的情况下 这个他如果shadowboard击中我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这里是shadowboard呢还是armistwin呢 这里我想了想啊又大着胆子没有打啊 结果又对了啊 他还是armistwin他也没有得到属性低声 既然如此的话 咱们被骗这个大招已经无关痛痒了 是吧 这个他又成他成功的骗了我一个大招 这是他是做的不错的 他这个残血的一丝血的swamper 多当了他的一个盾 但是他已经无法往回败去了 因为他几次armistwin的都没有成功 这次肯定是armistwin的 因为我的能量已经好了 咱们肯定是挡的 然后一个rocks来逼住他最后一个盾 咱们后面还有geritina 如果他不得到提升的话 这里还没看出来 应该是他没有得到提升 他没有得到提升的话 我们就偷偷的赢下这一局 这局主要是大家看看 我的队伍里没有绝对的delga了 counter 虽然那个mielmano可以算 但是前提是你要骗盾 如果你骗盾失败的话 你还是打不赢的 但是通过我用我的一个41级的delga 然后这一通操作 还是可以这个挽回 不利的开局的 好这一场我调整了阵容 大家看见是geritina 首发 然后delga是对的 第三号位 换成了mielmano mielmano他作为一个delga的一个soft counter 只要能够用rocks来撇成盾 还是可以打赢的 是吧 然后他对准其他的处 包括两个geritina的时候都不是特别的虚 好这里我抓住了他这个社群日的溪流 然后他换到delga这时候我就有点尴尬了 我后面的两个都是钢 都怕这个社群日的溪流 扔哪个都可以算是这个叫做liability switch 是吧 但是我哪一个更好呢 我决定还是把mielmano扔出去 毕竟他对付这个geritina更加有机会 这样一天好 我这里成功的没有被他欺骗 也可能他没有standerboard 他可能是这个这个彗星群的那个技能 所以他用ironhead打我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这里开始骗盾 我故意拖了很久 看着像superpower 终于成功的骗到他的盾了 然后第二个superpower打过去 看着看他 会不会把他脸第二个盾用出来 是吧 这基本上肯定是个superpower 所以我觉得应该他他应该是用第二个盾 那既然没有用的话 我就偷偷的能够拿下这个 能够拿下这个这个delga了 Mielmano也实现了他的自我价值 就是delga的counter 好 这个superpower打下去之后 我就两种选择 要么就让这个Mielmano死 因为他已经连降了两次攻击了 要么我不可以把它给换下去 那下次再换上来的时候 他的debuff就恢复了 是吧 好我这里看看我好像在点右下角 刚才想碰一下右下角 有可能想把这个Mielmano给保存下来 过来 我想把它保存下来 结果我看见他上的是起源 起源解决听了 好 咱们两个解决听了 来Mielmano 我这里不敢换我的delga上去 我如果换了delga 我怕他把那个溪流给扔出来 是吧 但是实际上也差不多 因为我的这个起源 起源记跟这个altered记 两个打下去的话 只能是两败俱伤 好 这里看看他最好不是虾头波 嘿嘿 还好 还好 咱们又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没有吃到他的虾头波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抽了他一个almost win 他下次肯定对我们还是用almost win 好 那我们互相消耗之后 他应该剩下的血量 能够被我的delga变成能量 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定能量储备的delga 在对着他的气流的时候 咱就不怕了 这是咱们心里的小舅舅 好 这个almost win下去 所以我们只剩一失去了 那哟 结果他直接把气流给扔上来了 这个比较聪明 这又是阻止了他的Gelty 变成我的delga的能量 当然他可以再打死我之后 再马上换人也可以 那我的有点尴尬 是吧 因为我的那个mielmano比较残 只能扔上我们的这个delga 顶着他的这个marslab marslab跟他打 好 他这个有可能是superpower的 所以说咱们只能挡一下 是吧 万一是superpower就完了 还好他是serve 结果他是serve 不过也无所谓 咱们这个anheide 应该能够逼出他最后一个盾 然后我对我的这个mielmano状况 又当身忘记了 我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能量 我可能觉得 我当时的记者是 我的mielmano身上是没有能量的 所以说我们准备把它牺牲一下 哎呦 结果我把mielmano扔出来牺牲 想吃他这个 捉他一个serve的 或者superpower的 结果发现我扔出来 居然身上有能量 那就不客气了 咱一个superpower下去 把他给打死了 然后再对着他这个残血的Gelty 拼了他只能 他只能用小招干掉我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dioga是吧 结果他的小招没有能够把我打死 在我在死之前 又放出了一个rocksline 嘿嘿 把这个起源状态的Gelty 也打死了 可见mielmano是非常优秀的 他对着主要的几个 master league的那几个pokémon 都是可以一战 他的技能也是非常worshite 好前两轮的这个master league 的争战我都是三胜两负 是吧 但我从里来说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所有的对手都是3600分以上 而且我说过有13次对方都得到了boost 还有一次有点lag 所以把我卡输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满意 然后这里第三轮的时候我调整了阵龙 首先我的best body 41级的换成了防御形态的Gelty 听了我的delga 然后还有Snownex 好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把对方是名人 Gimabanks 这也是一个youtube上非常有名的 一个pokémon go pvp的主播 是吧 比我有名多了 好 这时候我们 Jeltyna抓住了他的凯耀鬼 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三轮征战的时候 我的Jeltyna手发碰到了好不几次凯耀鬼 凯耀鬼的特点 不用说所有的对水没有抗性的处碰到凯耀鬼都是打平的 但是所有的对水有抗性的处就不怕凯耀鬼 然后对水有抗性的就是那四条龙 两个Jeltyna 还有一个Dragonite 还有一个Dioga 这四个对凯耀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凯耀鬼的第二技能有一个blizzard 他是可以对龙的是吧 所以我就担心他会不会放出他的blizzard 好 他这个时间我的第三个DragonCraw都好了 他才放他的大招 如果是blizzard我就被秒了 结果我本来挡了一下 结果被骗了 是个surf 那这样下去的话他换人吗 他连着两个surf他不打算换人 拉心 那这样的话我在多用一个盾的情况下取得首发的胜利 同时还有一半左右的体力剩余也不是特别的亏 然后还可以攒点能量 我这个DragonCraw应该是达不是他的 然后剩下的血量是可以被我们变成能量的 是吧 二三 又一个DragonCraw好了 这一半的血 然后又一个不到一半的血 是吧 他接近一半 然后又一个大招Ready 这时候他的Dioga上来了 然后我们DragonCraw就要往他身上招呼了 是吧 然后他肯定是用小招将我给干掉的 然后我们争取在试试前放两个DragonCraw 好 一个 两个 咱们能量这么快的 这就是这个起源 要不 这个防御态的就是spam me DragonCraw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不停的 砸 好 第三个估计是没戏了 然后咱们又不想失去坏人的这个优势 是吧 最后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好 这里我就得考虑 如果他带的是那个龙系会心裙 我扔出我的Dioga的话 很有可能就要把最后一个盾也用掉了 如果又被他骗了的话就麻烦了 这里我干脆把我的大胖子Slowlex扔出去 来吸收他的能量 他如果他面对我一个盾很有可能是放这个会心裙 果然是DragonCraw 然后吸收完之后 咱们马上换上我的Dioga杀了他 他基本上没有时间换了 被我喷死了 好 他现在只有一个虫 我有两个虫 但是他多一个盾 好 结果他上来是起人状的Jeritina 我心里就放松了 因为我最后 虽然我的Slowlex只剩一点点血了 只有只剩一点点血了 但是打一个起人状的Jeritina 还是可以打一下子的 是吧 好 这里就到了痛苦的绝地时刻了 他是Shadowball呢 还是Obswin呢 我怕他是Shadowball 挡了一下 结果又被大佬骗了 这是Obswin 那这样下去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 我估计能不能逼住他最后一个盾都难说了 有可能逼不出来了 逼不出来最后一个盾了 这个Shadowball就要带飞我了 好 还好 虽然带飞我了 他的血量也比较少了 是吧 好 我这个舔 舔 舔 能不能舔死他 我这里不该放这个大招的 这白白的浪费了一个舔的机会 是吧 不过还好我的舔是一个半秒钟的技能 这只是少舔了一下子 但是咱们还是成功了将来给舔死了 因为我这个血量他的Obswin还是打不死我的 所以他必须要攒一个Shadowball 这样子在Shadowball的时间比较长 终于还是挡不住我的Slownax的舌头 大胖子的舌头 还是很吓人的 好 这把我们三号位又变了 前两号位还没有变 我发现这个防御Gerritina跟Delga相当好用 是吧 一般他们两个我都带着 第三号位总在变换 这回又换上了我的Metagross 这个我的Metagross是15 12 15的 不是一个完美的 但也是没办法 毕竟他是Lucky 投资一下还是滑得来 还是值得的 这回对手也是分非常高 不想说 忘记说一句 刚才对GimiBank那一场 我是取得到5比0 所以我的分数已经升到了3646 对方这是一个3644 好 这一上来Jerritina对Memuswine 咱应该是打零的 这里我直接扔出了我的Delga 然后会看到坏人 因为Delga的HardCounter比较少 哎呦 结果对方正好带了一个HardCounter 这个Hitron就是Delga的HardCounter 我这里直接给了一个Sandboard 看他会不会挡 哎呀他挡的话 那我就更麻烦了 是吧Delga对着Hitron 应该是如果没有骗准成功的话 我想放出第二个Sandboard是很难的 那需要取得很大的这个文量优势 我刚才觉得他换的不是特别的慢 不是特别的慢 是吧 所以我很有可能是放不出第二个Sandboard 这个Iron Head也好了 结果惊奇的发现咱们放出来了 我居然在他放第二个Flameslaw之前 放出了一个Sandboard 那他不一定就不一定会打了 直接被咱们打死了 这一下子没想到峰回路转 这场之后我特地去模拟了一下 发现好像需要打7下 如果是我打了7下的Dragon Breath 也就是3.5秒 他才换上来的话 他是可以被我反杀的 像刚才那样反杀的 否则的话 如果他换的比较快 那我就需要偏盾 需要用一个Iron Head的偏下盾 好 我这里 那我的我们的这个Metagross 发挥重了 咱们小招打他的那个象牙注尸 那是super effective的 然后他是换上Kaiogway 咱们是打不赢的 咱们不抗拒谁 是吧 只能放一个Earthquake 然后换上我的Jeriting了 然后他的那个Mammal Swine 是有能量的 是吧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会再 不会去打这个Kaiogway的Surf了 而且他应该是没有 他应该是没有开发他的Blyzer的2技能 或者他2技能是一个别的 不是Blyzer 所以说他直接一个Surf 就往我身上招呼了 这个两个Surf的能量 就是可以放一个Blyzer的 你看 他只放了一个Blyzer 就被我小招干掉了 那这把我应该是拖拖的赢下来了 对吧 好 这把之所以能赢就是 我的那个Dioga 用力提供了 干掉了他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Hard Counter Hitran 是吧 Hitran因为他的火打Dioga是正常伤害 然后他又双倍克制Dioga的那个Iron Head 是吧 然后又单倍克制Dioga的那个Breath 那个Dragon Breath 所以说 Dioga除非有很大的能量优势 就像我刚才联 联放两个Thunderbolt 当然如果不是很大的能量优势 你会Iron Head 骗一个盾也可以 但是如果骗盾失败 就很惨了 比如因为Iron Head 基本上不造成什么伤害 就像老痒痒一样 是吧 这个黑剑是双倍克钢的 好 可见 Dioga在Mars的力度 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我再说一遍 我的队里没有绝对的Hard Counter 我的Machamp 我用过一次 但是Machamp 把Dioga打完之后 自己也基本上是冰死了 如果之前被刮掉的血 那就打鸣了 然后Melmantle是需要偏盾 然后Hitran是Hard Counter 但是在能量烈死的情况下 依然会被Dioga给放回来 这就是Mars League 我们的Dioga的恐怖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把41级给Dioga 应该是最划得来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